我能有机会参加世界锦标赛这样的大赛 当时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的比赛经历可能跟别的运动员都不一样 因为我在三年之内我都没有参加比赛 然后到了第四年 我才把户口什么调过来说可以参加比赛 当时我觉得压力非常大 因为我三年都没比赛 很多人都已经根本不认识我 原来的一些裁判和一些老教练都不认识我 对我没印象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出来第一年是非常关键的 我自己本身我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第一年比赛对我自己要求非常高 所以我也发挥出来水平了 所以我拿了高速的冠军 上半年拿了高速的冠军 在下半年决赛当中我也拿了高速的冠军 因为当时队里没有许多苦衷 所以这三年简增交一直都没有正式加入北京队 以前的队也无法攻击 三年时光在人的一生中并不算很长 一眨眼就会过去 可是对于一个武术队员来说 这三年里可能功成名就 也可能从此就一蹶不振 简增交是属于前者的 也正是因为这三年的特殊生活 给了简增交夺冠的机会 这三年对我来说 也是特别 特别长的一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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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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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